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一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对这个中国天气网这个结构 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么现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带大家来写这个代码 去爬取这个数据的 好 这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派上码 我这地方的话是已经新建好的一个项目 叫做where the spider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spider.py这个文章当中 跟大家讲解我们就做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直接去写那个代码 那么我们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们首先的话先把一些项目的布把它给导入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里面的话要用了一些布的话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网络请求的那个户 叫做request 对吧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训练 要跟大家啊训练了这个布叫做beautiful sub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这两个东西把它给导入一下 那么就是英华了下这个request 接下来是from这个bs4 英华了下这个beautiful sub对吧 beautiful sub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这个地方定一个行数 mei行数 然后这个地方我定一个ur 就是你要爬起这个页面的那个url 好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把这个啊 华北的这个url 可能加c复制过来 好吧 这个地方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那么这里的话啊 有之前我在分析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之前跟大家讲过对吧 就是我们中国所有的那个天气的话 它是分布在不同的那个地区的那个url下面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啊 因为我们现在写爬成的时候 我们不能一次性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把它给写 呃写就写写写写进来啊 我们我们写爬中的时候 我是建议大家这样去写啊 就是你比如说你有有这么多页面对吧 有华北东北这么多页面 但其实华北东北 这些页面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结构 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画 只要将这个华北这个页面下面下面的这些什么呢 这些数据能够把它给爬出来 那么以后我再更改一个url 再比如说我把它给把这个url改成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url改成这个东北的这个url 那么我是不是把这个东北下面的那个代码 也不是 就是我也可以把东北下面的这个天气信息 也一次也也也 也可以把它给爬出来的啊 对对 因为里面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我如果我能够爬取一个页面的话 那么其他页面的话 也都是啊 轻而易举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对对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就先去爬取这个华北的这个url 呃这个页面所定的这些天气信息 好吧 那么这个是url啊 呃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定好一个行数啊 再定一个行数叫做什么呢 bf 就是passpspass配置啊 就是去解析这个页面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给个url啊pass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这个地方去执行这个pass url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给个may啊 要是定呃执行这个may行数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这个里面去执行那个代码对吧 那么我们再去呃 呃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次要做的事情 就是肯定从这个网络 从这个url上面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给请接下来 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据请接下来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需要定制一些这样的什么呢 头部信息 那么我们这边来写一下啊 hedeis啊 等这个东西 userhent啊 呃这个中国天机网这个的话 他是没有做一些 呃没有做一些这样的仿盘中 其实啊 其实不定制也可以好吧 这个看你的自己习惯 我一般习惯性的话 我就是写八种我就喜欢定制好这些东西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呃通过这个东西去请求数据对吧 那么就是request.get 然后是那个url啊 你第一次运行这个文件的话 你是他这个地方这个呃 这个运行这个按钮的话是个黑色 这个黑色的话啊 就不能运行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你先要右键来运行一下这个spider啊 那么运行完之后 他这边就会变成这个绿色的 那么以后你再去运行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这个箭头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呃 天气网里面的这个数据把它给排却下来 但是排却下来的话 打印出来的时候有些问题对吧 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些字符的话 它是一个乱码啊 它是一个乱码 一个乱码的话说明我们的这个啊 什么呢 response这个东西 说明我们这个request who啊 他在解码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猜测这个编码的方式猜测错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用啊 我们就提取他的那个原生的字符 然后我们自己给了进行解码吧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使用这个content 然后自己使用这个解码方式 使用这个utf干吧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数据 把它给排却下来 并且啊这个啊中文的话也不是那个乱码了 对吧 这个中文也不是那个乱码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书记拿下来了啊 拿下来以后 接下来我这个人的话就不去打印了 我就把这个书记把它给保存下来啊 是给这个test等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去解析我们这个页面当中的这个这些数据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什么呢 来到这个啊 不是来到哪里 好 我们把它放到右边吧 放到右边啊 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好看一点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选点点一下这个啊 选中这个 然后我们随便点一个啊 然后随便点一个的话 他就来到这个tt下面 我们现在不要看tt 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个table对吧 现在的话我们是已经找到了这个table啊 找到这个table对吧 嗯 然后的话我们现在啊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啊 呃 每个页面当中 它其实是有7天的那个数据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那些什么呢 diskplay diskplay为难的那些东西 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只要把第一个那个 把第一个div把它给拿到就可以了啊 把第一个啊 div把它给拿到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所有的这些div的话 我就不需要了啊 我就不需要了啊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就根据这个class 其实等这个commidtype的这个啊 那条件把它给提议出来 提议就出来的时候 我给他取第0个啊 就把取到第0个 下面这些东西我就不要了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就先把第0个那个啊 叫做commidtype的这个东西把它给取到啊 那么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啊 等这个 等这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们也使用这个buildsop啊 啊 这个地方先建立个sof吧 sof的一个buildsop啊 然后是这个test的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使用那个lchamia的方式进行解析啊 然后这个sof哎 这个解析方式的话 现在我们使用这个lchamia啊 等到后期我们再解析这个什么的港澳台的时候啊 就会有问题的啊 待会的话让大家看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sof那个什么呢 sof点范的啊 找到第一个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要找那个div 然后他的那个什么呢 class啊 class是等于这个东西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第一个div把它给找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东西啊 找出来又接下来我再来把它给打印下 call还买一点type口中加索能量什么的加安来运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这个第一个div等于code的这个东西 把它给找到了 对对把它给找到了啊好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在这个div下面找到所有的table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天气啊 他都是放在这个table里面的 所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div下面找到所有的table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找的那个呃 那些那些城市的那些信息啊对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找到所有的tables啊 tabl1s等这个等于这个codemibtable点那个什么呢 呃点那个find 找到所有的啊找到所有的table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吧 for tabl tabl1in tabl1s啊 来打印一下 来做一个区分 好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呃这个是第一个是那个北京的一个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往下面滚啊往下面滚动啊 然后下面的话是哎这个的话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呢 啊河北的啊啊天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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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天津下面的话就是河北对吧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啊华北下面所有的城市的那个天津信息的对吧啊找到下面天津的接下来的话我就要去从这些table当中再去找啊这个下面的数据对 对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就像是已经拿到所有的table拿到所有的table以后我就去拿到table下面所有的那个城市啊啊所有的那个城市的那个天津信息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啊这些城市信息的话他其实是存放在这个table的下面的那些tr标签上面对那些tr标签上面啊你比如说我选择的是这个tr 那么左边的话他就选择的是北京的这个这一项对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找到所有的城市的那个tr对但是现在的话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table下面好不是所有的tr标签都是存储的啊那个城市信息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个table下面前面两个tr标签是属于那个表头的这两个tr标签当中的话是没有存储那个天津那个城市的天津信息它仅仅只是一个表头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找到所有的tr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将前面两个tr把它给过离掉啊对对所有的话我们接下来啊也就就来写啊好那么我们首先的话现在或者所有的trs啊tr啊那么这个这个s的话大约是一个很高的 很多啊那那么就是table点那个什么呢fundfund2啊找到所有的tr那么tr的话前面两个我是不效的所以的话我这地方给他进行一个过滤啊那么前面两个的话他的那个下标是零和一啊零和一是不效的对不对从二开始是我们需要的说的话我们零和一就不要然后从二开始到最后啊啊从二开始到最后啊啊从二开始到最后的话我们就给个罵啊这样的话他就会从二开始到最后把所有的tr把它给取到前面零和一的那两个东西 他就会把它给过离掉明白是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再来打一下再来打一下这个tr 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fortrtrs啊print一下个什么呢tr啊然后接下来print一下这个什么呢这个呃 等等啊等号再乘以30可能加什么东西啊这里吧这里话我就我就只来看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table好吧我就只来看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table 因为北京这个table和天津这些table的话他的那个啊样子都是长的一样的我只要看在北京这个table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的话下面这些东西也都是一货的坏的事情对吧所以的话我这地方的话啊我只看北京的东西我就直接break掉啊下面的话我也break掉啊 我先break啊就说这个地方只会去打印啊那个北京的那个table啊然后的话呃啊这个地方不能不能不能break啊 嗯这地方的话就只会打印北京那个呃下面所有的城市的那个数据那个tr边线对吧下面这个的话就break掉break掉以后就将比如说天津啊和北那些东西就已经把它给break掉了就不会再去打印了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指一下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北京下面的一些tr边线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r边线它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北京对吧就这个北京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海淀区北京海淀区然后的话就是那个朝阳区对吧然后的话 啊顺域啊顺域然后的话下面的话接下来是那个呃房商命运还有那个蒙头沟还有苹果还有东城对吧啊好那么就是所有这些信息啊实际上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前面两个表头的那个tr标签是不是现在已经被我们过滤掉吧对已经被我们过滤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啊就可以呃正呃这个里面的这些trs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就是我们想要的啊就是我们想要的啊好那么来到这些呃城市的这些tr标签以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从这个城市tr标签当中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现在我们想要的数据是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啊这个城市的名字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要获取这个城市它的那个最低气温啊那个最低气温就是这个最低气温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网页啊分析我们这个因为比如说我随便现在的话我我我找到啊我找到这个tr标签啊一个是这个是tr不要我应该是找到这个t下面这个tr标签对吧下面这个tr标签我们看一下哪个tr标签下面的话就是td标签的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哪个td标签下面是我们想要的那个哪个td标签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啊第一个td标签是不是下面有那个北京这个字符上啊对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找到第一个td标签然后的话再获取他下面的那个啊我文字啊再获取他下面的文字啊或者他那个啊我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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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好吧 好 然后把这个地方拿到这个呃 td以后 我们再去这个td下面去取 去取第第第第0个td好吧 那么就是哦 这个地方就直接啊 叫做city cd td cd td 就是叫做城市td啊 那么就是tds啊 他是在第0个对吧 那么我就把第0个给你取出来 接下来的话 我再去获取一个城市的信息 那么就是city等这个什么呢 等那个cd cd td啊 等那个什么呢 等那个stripe的sd i pb1d strip的sdns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它反过来就是一个什么呢 它反过来就是一个那个生存器 所以的话 我们要将这个东西把它给转化成一个列感的形式啊 list啊 然后把这个东西扔去 接下来的话 我再给他取名操作 这个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城市它的那个信息了 对 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吧 这个这个属性的话 它是获取我们一个啊 一个标签下面所有的子松子松结点呢 它的那个啊 文本 对吧 然后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它也会把那些什么呢 把那些呃 那些空白字符把它给伤掉啊 然后这个东西 它反过来是一个生存器 对吧 反过来是一个生存器 所以的话 我们首先先将这个生存器把它给转化成一个列表 接下来我再给他取名操作 就是说把第0个数据把它给取出来 那么第0个数据的话 就是这个北京这个数据了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城市的一个信息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 print 下这个cd 好吧 好 可能加什么呢 可能加来打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什么呢 北京这个啊 直加市下面所有的那个啊 区那个城市的信息把它给打印出来了 对 把它给打印出来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啊 城市 那个城市啊 好 那么这个城市拿到以后啊 这个城市拿到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再去获取这个最低气温 对吧 再去获取这个最低气温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低气温它是 最低气温它是在第几个td标签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看一下啊 他是在倒数第二个td标签 对 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呃 就可以去获取的啊 就可以去获取的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一下倒数第二个td标签啊 那么就是 tm温度tmpt温度的td啊 那么就是tds 那的话这个地方给他取个啊 取复数啊 复一的话代表的是最后一个啊 复二的话代表的是倒数第二个啊 倒数第二个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标签把它给取出来以后 我们还得去调用它的那个什么呢 啊 我 我们还得去啊 类似于这部去取到它的这个值 对吧 那的话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把它给拿出来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可能叫c拿到什么叫v啊 这个地方的话改成那个什么呢 dmp啊 td啊 啊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又来接收一下 是的这个什么呢 啊 最低气温mpt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什么呢 最低气温啊 我打印这个最低气温的时候 我把这个城市名字也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给个字典啊 就是c体是这个c体啊 那这个最低气温mpt啊 是这个最低气温啊 可能这样子保存下 可能这样来看一下 下面的话是就把所有的城市以及这个城市下面对应的所有的最低气温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对啊 那么北京是-6度啊 然后的话这个引进的话呃 比较靠北方的对吧 就是呃 比较-10度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城市下面的每个每个城市下面那个最低气温也拿到的 对 好 那么拿到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人的话就把brey把这个break掉 把这个break把它给上掉 把这个break把它给上掉 把这个break把它给上去的话 它就可以获取到啊 这个ur下面所有的那个啊 地区的那个城市的那个最低气温的啊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右借来执行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所有呃 那个什么的华北地区所有的那个什么的 所有的那些城市以及他最的他的那个最低气温把它给拿到了啊 对了把它给拿到了啊 那么这个呼伦贝尔的话 它是已经达到那个-32度的-32度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一页的数据所有相对是已经拿到对吧 一页的一页的那个数据已经拿到了啊 那么接下来还有东北啊 华东 华中 华南 华西北 西兰澳 港澳台这些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我们要去拿的话 是不是就只要去改一下这个 把这个地方把这个啊 华北这个地区改成其他的那个ur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放到下几个当中来跟大家讲到啊 好 这样的话这几个人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